看过心理医生没有讲 结果中了癌症 不能够赔 大家好我是Andrew 欢迎收看保险知多少 好的相信大家呢 在网上呢都会看到 这一则新闻 那么这一则新闻呢 讲的就是呢 有一位女士呢 她因为 曾经看过心理医生 买保险的时候 没有跟保险公司讲 结果之后患上了癌症第四期 保险呢就不赔给她 那么其实故事是这样子的 根据这个报章的文章来说 就是讲说 她在去年怀孕的时候呢 刚好发现到呢 她的卵巢呢 有癌症第四期 结果要向保险公司索赔呢 其中一份保险呢 其中一份保险 或者是应该讲其中一个保险公司呢 就聚赔 也就讲说不要赔给她 原因是讲说她之前有去看过心理医生 在买保险的时候呢 就没有 declare 没有讲出来 结果呢就触犯了这个叫做 也就是没有披露的这个条款 那么结果导致她的保险呢 她的保单呢就变成Null and Void 把所有的保费原银的还回给她 那么这个其实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从报章了解到的东西呢 我只能够分析几点 Based on那个报章有写的 当然为了要保护当事人呢 她也没有把名字说出来 也没有把保险公司的名字说出来 也没有说哪一间赔哪一间不赔 我们先从比较客观的一个观点 去看这一个事情 当然她说为什么不赔呢 第一就是因为她触犯了这个 non-disclosure clause 我们大家都知道 买保险的时候 就算你自己啊 有胃痛啊 曾经经院因为Dengue啊 有发烧啊 有去看过医生关系 到高血压啊 之类的东西啊 你去看心理医生 你去看这个泌尿科 你去看这个钻科 那个钻科为了什么 你也是要讲出来 就算你看了出来 成绩是没有问题的 你也要讲出来 为什么保险公司会这么 这么的仔细呢 原因是因为 没有人会无端端去看钻科的 没有一个人会无端端去看心理医生 没有一个人会无端端 去验这个验那个的 除非是那种 一整年的这个medical checkup 或者是因为你工作上必须要做medical checkup 或者是你要申请 certain license 或者是你要买 certain产业 你必须要去做medical checkup 可能有些人知道身体有点不舒服 可能他去看医生他发现到 诶有这个东西了 快快去买保险 还没有演变啊 可能会演变 所以要快快去买保险 希望以后如果 大概是真的重的话呢 还有得赔的这个机会 那么在报章里面的文章呢 也有讲到说 他有其他的保险公司赔给他 偏偏就是这一间没有赔 他也有讲到这一份呢 他其实只是差不多买了两年 我们必须要知道 一份保单 不管你是买Live啊 36种疾病啊 医药卡啊 什么都好 都会有这个东西叫做 incontestability period 或者是这个两年的这个时期啊 不管是你的保单是新的还是旧的 只要你一买下去 就有这个两年的这个期限呢 我们叫做incontestability period 如果还没有看我影片呢 你可以点击这边上去看 这个两年的period 就是讲说 如果你有患上大病 保险公司有权利 有权利去调查你这个病 跟你调查你的保单 你之前买过的时候 你有做过什么手术啊 做过什么东西啊 看过什么医生啊 等等的东西 当然报章里面也是有讲到说 那个心理医生也出来讲说 哦 其实他是没有什么事情的 也没有treatment 也没有什么 只是charge了一个consultation fee 重点不是他有没有心理病 重点不是他有没有事情有没有treatment 重点是一个人不会无端端去看心理医生 除非他怀疑自己有一些事情 当然有时候就不一定讲说他是不赔 也不一定讲说他100%不赔 就算他赔给你 我们讲他赔给你是人情 不赔给你是道理 因为在那个保单里面的black and work 已经是写的清清楚楚了的 所以今天如果你是保客 我奉劝你买保险之前最好要去讲完 你之前有得过什么病啊 进过什么院啊 看过什么医生 淹过什么血等等的 为什么要淹为什么要做 如果你隐瞒没有问题的 报章里面也是有讲到 他去寻求一个律师去帮忙他去诉求回这个 理赔 讲到为什么要等到他癌症第四期了才拒赔 不要早早的时候就拒绝他买这份保险 哈喽 你都没有讲保险公司怎么知道 事情发生了保险公司在trigger pub 要去做investigation要去调查 因为刚好可能是在那两年的incontestability period 或者是那个人进医院的时候 医生问他你之前有看过什么医生啊 你之前有吃过什么药啊 他什么都讲出来 之前我有去过这间心理医生看 医生就是造实写咯 写在里面 怎么知道这个form交上去保险公司的时候 保险公司可能 诶 你有看过某某某医生 没有在这个保单买的时候披露 就会导致non-disclosure clause的这个违反 所以身为agent的你们 如果你是保险agent的 不要因为你要这个application approve 而你不去问一些重要的问题 打个比方你有没有生过病 你有没有看过医生 你有没有住过院等等的东西 你的application 在你没有问这些问题下 可能会approve 但是就在claim发生的时候 保险公司就有权利去挖回这些东西 尤其是在那两年的incontestability period里面 所以其实这个报章里面 它报道的东西也是information资料也不是太足 所以我们也不方便去comment这么多 但是从这一份报章这个文章里面所讲的东西呢 我们可以学到的一样事情就是 你买保险的时候一定要declare 一定要披露你之前的病例你看过的医生 你验过的东西为什么要验 为什么要看这个医生 很重要的 真的我已经讲过很多次一定要declare 就算是denge 你也要declare agent 就算你知道denge 到时候你declare出来还是standard case 你还是要declare的 都知道它是standard case 你为什么要判declare 这一个案件到底之后会不会有什么陆续的东西呢 我也不是很清楚 但是我只能够说如果保险公司赔给你的话是人情 不赔给你的话是道理 因为black and white已经写的清清楚楚了 如果你觉得这个video可以帮到你还有其他人的话呢 就请你按like顺便share在你的社交媒体 如果你是在youtube看这个video的话呢 就请你subscribe订阅我的频道 还有不要忘记打开这个小铃铛 所以我upload新的video的时候 你可以得到最新的notification 谢谢收看